我们来看看现场的专家也帮大家来画一个蓝图 这一波很多人没有赚到 因为过去伤痕累累 现在敢追不知道要买些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蔡总 蔡总怎么看今年的一个台北股市目标 下半年的选举是不是政府拼命会做多 蔡总看的是9600 而且蔡总还把时间点告诉我们 所以蔡总过了五穷六决之后 反而到八九月 那时候已经除完全息了是不是 对 就是在今年除息还没有大幅的减少股率扣低 明年才实施赴人税 所以基本上的话 今年的除息最后的充斥 但是我比较担心十月份以后的行情 会下来一波很明显的修正 因为有可能赴港通会在十月份启动 那刚好投票前两个月 大家也会观望 所以应该这个高点是在这个时间 九千六 所以选举的行情这时候是不是就做到九千六 因为第四季的话 在选举的时候蔡总是稍微保守 不过关注朋友您就持续盯住我们节目 我们且战且走 好 那么詹总看的是九五五零 那么余总看的是大约在冬季 大约在冬季就第四季嘛 是不是 就看多少 或明年春暖花开始 又要再跨一个年度 我这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就直接写指数就好了 要写指数啊 对啊 高点乙线 差不多就这里了 还没有到九千三耶 乙线一定准 我说他准了 好 九千三 不过我们来看这三位当中 居在中间点的是 詹总 我们就来请教詹总 他怎么看接下来这个行情的规划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我们帮大家再做一下这个整理 包括了